OK 那因為最近馬桶漏水啊 就是後來我發現應該是止水皮的關係 所以我買了兩個這個 副藏的止水皮 那一個主臥 主臥式的衛浴的 用的話是一開始有點微漏 那後來是OK的 可是在客廳那個部分呢 我發現這個副藏的他就是 有時候會漏 抱歉 有時候不會漏 那 所以呢我就想說我買一個 原廠的來看一下 看會不會解決這個問題 那副藏的一個價錢其實大概在五十六十塊左右 那原廠的話大概一百五十塊一百五六十塊左右 那我們來比較一下這兩個的差異 那我希望呢我換了這個 原廠的就可以解決 可以解決我在另外一間廁所漏手的問題 那如果其實情況 效果不錯的話 可能我也把原本 主臥式那一個 止水皮再換回原廠 因為才多貴一百塊 可是可以多用好幾年 OK那 新的止水皮 原廠止水皮已經換上去了 就藍色那個線 藍色拉繩了一個 那我們來做第一段的沖水測試 好聲音乾淨俐落 那我們再看一下馬桶的水位 沖完水的水位看一下 OK OK 這是正常沖完水的 沖完馬桶的水位 然後呢 我們可以知道就是說 等一下我用那個雷射筆來 說明一下 OK 那我換上新的原廠的止水皮 我們來看一下目前水位的狀況 那這個是沖完之後它的水位 正常我們水位馬桶水位 沖完之後都是在滴水位狀態 對對代表沒有漏水 那我原本附長的話也是一樣 那隨著一小時之後 它一點點一點點 然後兩小時之後 一點點一點點 於是我就覺得有點怪怪的 然後剛好有一天呢 我就 我就做一個實驗 我就將那個 浸水的部分 浸水水源的部分把它關掉 然後呢 然後呢 我打開一下 然後 然後 然後既然水源已經關掉了嘛 我就隔夜去看 結果發現呢 這個水 就往上來跑一點 比如說跑到這邊一半 然後我打開水箱之後呢 水箱的水全部都漏空了 OK 漏空了喔 所以說它的水的洩漏 是無聲無息慢慢的漏 那也就是代表說 我之前為什麼水被突增的結果 是我為什麼沒辦法發現 是因為 它就是這麼無聲無息嘛 那其實啊 我們現在我即使換上了這一個 原廠的止水皮 我一樣我晚上會將 浸水的 浸水閥的部分把它關掉 然後呢 我要隔天再看 它這個水位有沒有上升 第二個 水箱還有沒有水 因為如果它漏水的話 你隔夜 你把浸水閥關掉的話 它是沒辦法補水的 它水一直漏一直漏 那水箱的水就卸光了 錢就是這樣流光的 所以我們可以做一個很簡單的測試 所以我們其實就知道 你換有沒有換好 那我明天我再來看一下這個結果 我希望是OK啦 因為多貴的一百塊應該 可以用很久才對 OK 那 OK 我們來看一下 爬桶的狀況 這是我最不想看到的 這個代表就是說 它有漏水 那記得就是 嗯 OK 那下午的時候 2點換了 現在就10點 代表就是有漏一定的程度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裡面 OK 對焦 對焦 OK 它的水箱大概漏了 三分之一左右 那八小時後 三分之一 勉強接受嗎 我是不太想接受吧 呃 以八分 以三小時才漏 八小時才漏三分之一 其實在那個水表上面 是很難察覺 因為非常的微量 你幾乎看不到 轉的話也非常的慢 那我打算把這個水箱 整個卸掉 然後我再讓它試看看 明天的結果如何 OK 我又買了一個 我直接到店面去買 另外一個HCG C300的 一個止水皮 別它不一樣 不過它說是可以的 第一次買的是B1D 這間店面買的是B3D 它說是一樣的 那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畫了原廠的止水皮啊 然後經過24小時之後 大概有一整天的時間 水箱漏底了 漏到底 我們看一下止水皮的位置 我覺得應該是貼合沒問題的 我再換上這個看看吧 因為老闆說 先換這個 新買的這一個 店面的那個老闆 那如果還有問題的話 有可能是止水皮下方有一個 半月彎 或叫月牙彎 可能是裂的或鬆的 那換止水皮 我還是先換一下好了 反正也沒差 這個新的原廠止水皮 我就可以給主臥試用 因為這個 兩個現在都換成那個原廠的 那用的 耐用度比較久 好 那先換這樣子看看再說吧 好的 我已經換上了 我已經換上了 剛剛從店面買過來的 新的原廠 HCG C300的止水皮 那進水器已經停止進水了 那我們看一下 這是 另外一家蝦皮買的 原廠的那個 止水皮 它是經過24小時之後 整個都漏光了 那我現在把這個 再沖一次馬桶來看一下 再沖一次 好 那開始 進水了 OK 看來位置是還好 跟之前另外一家蝦皮 原廠買 店家賣原廠的 是差不多 那我們可以看到一樣 就是水味的部分 我之前在蝦皮買的那個原廠 不管是原廠副廠 它一沖完的時候 水味都是非常低的 那這個東西啊 就是 它補完 不是講東西 這東西 馬桶補完水之後啊 它這個水味 它不是說 馬上就可以攀亂出 它有沒有漏水 因為它那個蟹肉是 一小時漏一點 一小時漏一點 然後一整天就會 幫你漏光的那一種 所以呢 我們要特別注意 如果說其實啊 你水一直漏的話 這邊會補 那個水味會一直上升 可是照這個狀況來看的話 我可能還是要經過 四個小時以後來看一下 它水味有沒有變化 它只要上升一點點的話 就代表就是說 你的止水皮 還是沒有辦法完全止水 那是不是因為 那個所謂的月牙彎 或半月牙 它沒鎖緊 或是斷掉的關係呢 這個就要等 四小時之後 再來看一下它的變化如何 OK 那這個就是我買的 三號止水皮 HCG 在當地競銷商買的 那 再複習一下 很重要一點就是說 你沖完廁所之後 不要急著關上馬桶蓋 那我們要看一下這個水味 沖完馬桶蓋的水味 你也可以看到在這裡 那如果經過一小時之後 它上升一點點 OK 那你要注意一下 如果再過一小時 比如說過半年之後 它上升到這邊 那我會跟你講 就是整個上升到這邊 你的馬桶肯定是漏水 那你就要特別注意一下 是不是止水皮有問題 那關於止水皮的重點 好一個要提醒一下 我們把關起來 來看一下 關於這個的長度啊 那現在止水皮這個 目前這個是 索羅斯的 那這個長度啊 技術也不要太長 那另外一種是塑膠的 我發現塑膠有個缺點 就是說 它有時候你勾起來的時候 這個長度太長的話 它會勾住塑膠 那如果說你急著 上完廁所就離開 還沖完之後就離開的話 你沒有注意的話 你的水會一直補 一直補一直補 然後你沒有再回來看的話 就會一直漏水 那我有一次就這樣 我發現啊 我就是我的主臥 所以它止水皮沒漏水 OK 可是呢 可是呢怎麼辦 可是它水一直流 我一小時都回去看 哇操 水還在還沒止水 還在一直補水 那很重要就是說 我們 沖完車的時候啊 這個不要急著關 或者說 你可以打開一下 然後過個幾分鐘回來看 正常你補完水的時候 這水肥不會上來 那如果說你 那個 紫水皮那個 袋子勾住的話 你水肥會上升 那可能就是說 你那個繩子也有問題 好 那這次的更換 經驗供大家參考 希望能夠對你有所幫助 OK 這次呢要來跟各位分享一個 紫水皮更換的經驗 那由於水費突增啊 那 我唯一想到就是 我的進水器已經換了 那唯一還可能出問題的 大概就是 只有紫水皮了 好呢 那我們簡稱一下 大概 給它一個名稱好了 這個叫一號選手 二號選手 三號選手 好馬上拆開來看 一號選手呢 是來自於我蝦皮購買的 OK 那 這個一號選手 我一次買了兩個 那 我就是在那個蝦皮買一個 大概五十多來塊吧 然後呢 我一個裝在我的主臥室 一個裝在客廳的衛室 不是 客廳的衛浴 那主臥室那個的話 裝上去都沒有漏水 可是客廳那個衛浴的話 它就是 它微微的滲水 大概 一個小時 那個漏一點漏一點 那馬桶水位上升一點 上升一點 那 基本上呢 可以我雜訣是有異轉 可是很奇怪的 我去看水表的時候 水表都沒在動 因為可能漏水的速度比較慢 但其實呢 你一個小時漏一點 一天你就可以 把整個水箱都漏光了 OK 所以我覺得還是有問題 那比較幸運的 就是那個 主衛浴是可以用的 可是客廳衛浴那是不能用的 那所以呢 我又買了一個 二號的選手 OK 這二號選手 我一樣去蝦皮買的 那他說賣的是 HCG原廠的貨 好 那他給我的是 我的 嗯 我的馬桶是 C300 OK 那他給我 B1D 這個東西 好 那我換上去的時候呢 其實他跟一號選手 蝦皮買的那個 副廠 其實是一樣的 他也是會微漏 然後呢 一個小時漏一點漏一點 漏一點 然後一直一樣 你放了一天 他就會漏光了 那我懷疑 我就想說 看啊 這個買的這個原廠 還比較貴一個 大概150左右 然後OK 這邊有LOGO HCG 我們看一下 OK HCG 然後我就懷疑啊 這是不是假貨啊 OK 那我也不知道嘛 所以就上蝦皮 就去找一個 我們當地的 HCG的經銷商 好 那我就買了一個 那我希望 我假設啊 這個是假貨 可能會有問題 然後我就買了OK OK 那這個就是在 3號選手 在當地買的 那很幸運的呢 我一換上去 他就不會漏了 你看這樣一樣 也有HCG的LOGO 他雖然比較明顯 立體 那我 很難判斷說 這個就是 HCG 代理商賣的 應該都是 原廠的貨 是沒有問題 然後換上去也都是好的 那很難說 我第二個買的啊 左邊這個藍色 他就是假貨 因為每一個模具 可能不太一樣嘛 好 那我們就來分析一下 這兩個的 這三個的差異 就大小而言啊 我買的這個蝦皮貨 他這個 大小跟這個 第二個蝦皮買的 不是當地買HCG的 他說那個HCG原廠 他的柔軟度 這個很軟 QQ的 好 這個有點硬 好 那第二個 他說HCG原廠的 蝦皮買的那個 HCG的止水筆 跟我在當地買的 你看一下 硬 有點硬 這個的軟度 大概在第一個 跟第二個之間 那其實柔軟度 也不能說明足以一切啊 因為基本上 基本上 這個最硬 當然我覺得 可能沒有那麼好 可是不能這樣判斷 那唯一的差異 我可以判斷明顯的差異就是 有可能啊 就是在這個 背面這個部分啊 他可能稍微的有一點 小內凹 那你只要不平整 其實就會漏 OK 那我們可以再看一下 第一個買的 就是代替太平的 可是這個也沒有什麼內凹 但是我第二個可以明顯的就是說 他的稍微一點點的內凹 不知道是心理作用了 然後第三個就是 經銷商買的 是完全的平整 大家可以看一下 應該都沒什麼問題 好 那這三個止水皮呢 我會建議就是說 如果說你有那個 止水皮漏水的話 因為止水皮漏水的話 我會建議你在經銷商買 比較有保障 因為可以買到 確定是正品 正 正 正品 就正貨OK 那 唯一有一個要 有一個經驗要跟各位分享的 就是說 另外一個分享的就是說 這一個啊 也 另外我比較覺得奇怪 就是這一個 經銷商賣的 它的 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把它拔起來 它的中間竟然是空的 它的重量比較輕 正常的話就是說 有塊鐵片比較好 蜜額度會比較好 所以當如果說 你買到的東西啊 這個結構它是單純塑膠的話 我會建議你就是說 將它換成有鐵片的 那反正呢 你原本買的那個東西 你要換止水皮的東西 這個東西是沒有任何 這個東西是可以替換的 你就把它換成有鐵片的 那它重量會比較重 那蜜額度會相當更好一點 OK 所以就是這樣子 OK 那漏水就是漏材啦 那就是說 大家可以希望就是說 換到買到一個正常的止水皮 然後可以解決止水的問題 那通常漏水的原因大概 可能就是有七八成左右的話 大概都是止水皮 蜜額度的關係 那我們要如何發現這個問題 其實就是很簡單 其實真的很簡單 你只要稍微多用心 多看一眼你的馬桶 沖水之後你不要急著 當然我們在沖水的時候 將馬桶蓋下來 因為 因為怕噴的到處都是嘛 OK 那你蓋下的時候 我會建議你把它打開來 然後呢 你過了一小時 你再回去看 你只要水位有上升 這時候你就要注意的 你的止水皮可能就 已經 有點問題了 出狀況的 我會建議就是說 兩個馬桶一起換 OK 那可以幫你省一下 好幾個便當錢 一個月 省個幾百塊 因為肉水 絕對是一個月 是百元起 要多的話就是千元 這個一定要特別注意 好 那這一期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這個對你有幫助 最後謝謝您的觀看 如果這視頻 對你有任何幫助的話 還請幫忙訂閱 點讚跟分享喔 謝謝